孙老师好 我是贵州尊义的吴宸哥哥 今天是11月15号 我才收到这本书 那收到这本书呢 我就把这个第一章啊 第一个章节啊 的这个自知的这部分呢 我看了三遍 那么有很深的一个感触 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想让自己通过创业 通过努力 得到一个美好的结果 但是呢现实 跟这个想法往往呢 会出现一个我们贵州的 一个俗法叫做算路不一 走路不一算路来的 这么一个情况 其实贵州下来呢 还是自己啊 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 都是凭着一个热情 这种热情呢 会导致自己会很浮躁 其实是很浮躁的 这样一个所谓的热情 那结果呢 可能就得不到保障 这是在这个认知部分的 这样一个领悟 希望呢 我接下来的这个学习当中呢 有更多的这个领悟呢 来跟老师分享 谢谢大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